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本周前20强声量最高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人 好了我们要请Eby来告诉我们 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人新进榜 其实这个礼拜变化比较不大 主要其实刚刚也提到 本周最热的是520 所以其实你看到有几位是跟520相关 包括副总统卸任 人事案的部分 对对对 然后郑力军也不续任 对那像黄伟哲在进来 是因为他讲陈水扁的事情 那还有参与委员因为 择案了他一个 谁对一个奇怪的案子 然后他自己撤掉 所以这都有被网友讨论 但我今天比较想要提出来是 这位曹汉隆 他是高雄的民政局长 对那其实就是他在line上面说 叫大家不要出来投票 再监票看看是哪些人出来罢函 那其实我会把它列上来 是因为我印象中 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六都 或是县市的局处首长 副市长不算 局处首长可以爬到这么高的名次 对耶第一名 创下记录 第一次对 你可以看到过去有副市长 像李四川有一次神兵 对这种你可以看到 可是没有看过局处首长标这么高 差一点就进前20了 对你这样讲对 譬如说台北市 黄珊珊副市长这种承计的有 对他是副市长 但是局长类的比较没有 他是第一个 对他是第一个 因为他造成了很大的争议 对对 好的感谢一平 所以其实曹安荣他引起来的这个争议 到底接下来对于罢函的行动 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 其实这个礼拜大家都讨论很多了 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事实上 关于罢函的这件事情 双方的阵营其实对于很多 这个策略方面 然后手法方面都有正反不一样的 比如说反制罢函高市府 是不是又出招了呢 总工会严行突然提前到6月举办 就是说本来这个严行 是应该是在年底的时候办 突然间就说不行 6月6号那个礼拜就要来办 所以所有的这些工会的干部们 大家就要集合起来一起来开会 那大家一起来开会 你势必就没有办法去投票 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高铁推这个大学生快闪优惠 国民党就好气哦 就是说你这个根本就是 这个要让这个年轻人 用便宜的价钱去坐高铁 然后可以回去投票 但是又被人家嘲笑说 哎呦韩国瑜你干嘛那么没有自信心 人家搞不好北漂青年回去要力挺你 去监票 对不对 去也不一定会投赞成罢免啊 那所以其实你也很难说 到底买到优惠车票的人 是要投罢函还是要投反对罢函的 另外还有一个争议的 当然就是这个 监票的争议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曹婉容 可以突然间上升这么多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在line里面说 这个要监票哦 要让站出来投票的人有压力 那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也说 我要去看看哪些人 要去投票罢免市长 我最近这两天跟陈玉珍同台了很多次 他一直在解释这件事 他说哦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好奇啦 我想知道是哪些人 因为他觉得 怎么会跟我不一样呢 你觉得这个说法可以说服人吗 清风 讲得很可爱很天真嘛 那是我学的可爱 他没有这样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了 其实给民主社会最好 就是让大家把自认真的意见表达出来 其实像这样的例子 在早些年的那个公投投票 其实就有用过了 是哦 对 也有 不好意思啊 那个黄熊 也有这个国民党方面的人 想要透过这个看看谁 是出来投公投赞成票的方式 来制造压力 我认为这不是很健康啦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板上的这三句话 可能就是未来两周 外部因素我不论 香港因素我不论 内部因素里面 对高雄市民可能激起反弹的三个标语 一个罢免案 清清楚楚的表达 你开始是同意或不同意 策略面 你可以让你的支持者不出来 这个没话讲 你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动员 而且是你自己 你的支持者动员 我没话讲 公开讲这种东西 市府团队讲这种东西 根本就制造恐怖耶 对 基本上对于民主表达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很多人就说 因为他是民政局长 那所以 里长呢 里长会不会怕 你是要 你是要让对方产生恐惧 不是说你支持的人 你不要出来而已 是让对方产生恐惧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是公然跟 恐吓呗 公然对罢韩的民意 做恐怖式的这个选择 就有点想说 你放马过了 我会怕啦 对不对 我坦白讲啦 全部都出来投 同一半全部都出来投 都不用怕 一定跪嘛 所以这件事情 未来两周 我认为在高雄市的 这个公民团体之间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部分 应该会有很大的反应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东豪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作为一个高雄子弟 我觉得啦 高雄人的性格 比较直来直往 比较不喜欢 你在那边跟我绕来绕去 或者是你直接恐吓我 或者是给我施压 就是如果你对我凶 你对我不好 我是直接会跟你对冲的那样 所以这种 其实这些人可能 不是很了解高雄人 你用这种方法 高雄人搞不好更气 可是因为陈玉珍是在金门 金门是国民党的优势区 可是曹安隆 曹局长他是民政局局长 我直接那么讲 如果你今天不要看 他是韩国瑜的民政局局长 你今天想说 如果这个是一个民进党的 执政下的一个民政局局长 讲这个话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受得了受不了 就如果今天这些坏人 是民进党的民政局局长 讲这种话 东场 该死 所以这个事情 是不是 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 他其实很好判断 好 那现在 歇下来就问了 那曹局长讲完以后 韩市长呢 韩市长讲了什么话 你有没有印象 没有 我是没有印象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我没有印象 所以我们最后阶段 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 谁犯错得多 谁倒霉 那对韩国瑜的韩市长 会更麻烦 因为 因为那种 他是那种爱 他对高雄人来讲 那实在是爱恨太分明了 他本身就带有难量 把他拱上这个位置 跟人家拉下来 其实是同一种情绪 我要请一平 给我们看一个手板 短短的讲解一下 你这个手板当中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引起这么大的话题 对 其实刚刚 这边有提到 他这个曹局长 他是第一名 你看他上升的名次 然后上升的 这周的排名 跟声量 其实都在这个榜 是第一名的 进步最迅速 对 进步最多了 但是你要再关注到 这个榜的第三名 其实就是黄文艺议员 他第一个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也让他飙到这么高的名次 因为通常一个议员 你要进到这个前榜 其实是不容易 因为台湾有这么多政治的大咖 然后立法院 又有113位立委 所以要排到前面 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但因为罢韩这个事情 就把这两个人 就直接就冲上来 所以网友很关注 好的 所以剩下来的时间 我们全部要给黄绍婷 请绍婷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 还有就是说 最后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现在媒体是说 兵分五路 国民党要来挺寒 然后这个党主席要领军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说 怎么样子面对说 曹环荣这样子的争议性发言 还有这个陈玉珍 然后接下来两个礼拜的时间 国民党要怎么办 其实曹环荣他身为民政局长 讲那个话我个人吃贫而论 都是有点太过啦 尤其他是属于政务官 又是天下第一局 讲这个话其实 清风也在这边 我们都很清楚 民政局长代表的一个 power在哪里 所以的确是要谨言慎行 我说句实在话 即使说他后来一直讲说 这是他属于在私人的 耐给私人的朋友 不过的确也是事实 他并不是在脸书上公开发表 我认为他还是要自己 要很谨言慎行才好 可是市长是不是应该出来 至少告诉高雄市民说 在我主政之下 你们其实不用有压力 曹环荣这样子的发言 其实不当 其实市长是都有在讲 那可能媒体上 不是报的非常的大 但是我要再讲 另外讲回来一句 这也不是说我看不起曹环荣 如果曹环荣能够对这些里长 有这么大的控制力 其实实际我跟你讲句实在话 其实高雄市在二阶段联署的时候 我们850几个里长 根据我收到的讯息 大概有一两百个里长都出面 在当街帮韩国瑜做罢免的联署 这表示说你这个民政 这表示民政局长根本自己都照不住嘛 说句实在话 清风你可以想象吗 你们的民政局长 居然对区长对里长是没有 不要说控制力 至少说你知道他要扒不用市场 你也好去他家走赢吧 拜访一个说 不要这样我好做的事 可是你看 我知道就几十个上百位的高雄市的里长 在帮忙做联署 可是这个曹里长没有办法压下来 所以我在讲说你说他讲这个话 到底杀伤力有多大 我觉得也是有在观察 所以其实作为高雄市议员 你也有一点质疑曹欢荣的行政能力 不是 行政能力 那个其实不能这样讲 因为其实他毕竟就任才一年 其实当这种政务官 还是要有些纪念 要有点时间磨练 所以我才讲说当然第一个 他在私人的耐里面 他其实丢给黄沐昕的一些干部 其实后来大家那一步都知道 但这个被爆出来观感就是不好 他会被放大解释 所以我是觉得说还是要很小心 那至于中央我觉得因为昨天主席 也到高雄去嘛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见了面嘛 那现在中央党部他就是全力 看怎么协助韩国瑜跟韩振营 要去办直播什么 李柯太太直播什么 这个我听说好像因为下雨的关系 明天就取消了 但是秘书长就是李乾隆秘书长 跟江启臣主席的确都常常会到高雄来 那现在其实基本上是定调啦 定调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照着 韩市长他的口径 就是说大家就是支持者也不要 我们他的口号叫做不对立 然后不闹事嘛 对 那就是幸福高雄 就是大家不要出来 我觉得他们如果不去的话 才比较符合低调冷调 只是下去的话 哇所有媒体都跟上去 然后就会反而是炒热 所以我觉得那个策略 我要没有被发现啦 我们都很低调进行 昨天也没有媒体知道我们在哪里 就偷偷的去 偷偷的回来 那这样帮助是什么 我来真的很好笑 然后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好 好